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不能放太多 等下又被屏蔽了 这个视频又不能够赚钱了 你看 看到我的照片 这个是之前在法国楼浮宫的时候拍的严实摄影 所以不单单是拍严实摄影 我还把严实摄影 比如说这是600张的照片 我把它堆积成为一张 然后词典会在我的 如果好的话我就会发布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这一集讲的就是好久不见 第一是好久不见 我大概消失了差不多两个月 是不是至少一个多月 我忘记了一个多月 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再次回来 然后告诉大家 是的我还活着 还没有死 还是同样的垃圾 但是这两个月经历了什么 很难跟大家在这集里面大家讲完 但是你们有些回复 我间接当中会看 没有时间回复 有些回复也有 有些制作也有 有些人说好像辞职去旅行了 去乱多地方 然后就在上个前几期 前阵 前个星期就去了 法国的巴黎 可能你们看到我的颜色摄影 你不知道 去了法国的巴黎 去了瑞士的 卢塞恩 少女峰 再去了少女峰 再去了少女峰 脚下的英特拉肯 去了日内瓦 去了苏黎世 然后去了德国的克隆 德国克隆在去了马克思的故乡 然后再由那边回到曼城 所以基本上 整个行程 有喜有泪 有好有坏 辛苦 我本来想是拍摄视频的 但是当中的时候 当我又拍摄岩石 又想拍照的时候 我就决定把Vlog给放下来 所以你们看不到任何的视频 但是你们想看这个照片的话 可以去我的IG 或者去我的微博那边去观看 一些的接拍 一些的故事 当中有很多的感受 看到很多的人情世故 不是人情世故 文化碰土的不同 特别是在罗夫公的时候 那个金字塔的地方 我本来以为我拍摄 岩石摄影是最辛苦的 我发现有一种人 比我还辛苦 那个人就是新郎新娘 当太阳下山之后 就很多的摄影 去那边就罗夫公 我发现 我拍摄岩石摄影 就拍到不同的角度 我准备回去了 他们刚来 而且新郎新娘在那边的灯光 是不能够移动 而且我看他们有种辛苦的感觉 anyway 就整个的旅行 体会了很多 然后我也停止更新的 这一个多月时 也让我重新去思考 很多时候 当你一直在做同样的东西 一直在做同样录制的时候 你会慢慢失去了方向 会慢慢失去了内容 会慢慢失去了想法 当你放下了你的所有的东西 去旅行的时候 之前我聊过旅行的意义 给你看到很多世界上 不单单只是你这种文化 你这种人所做的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让你看到这个世界 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你会看到很多世界 另外的一面的文化 跟人土 跟风情 可能你未必会同意 但是会让你去思考 像法国 我很想再专门录一集 关于讲这段旅行的很多心得 特别在用相机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这旅行当中 我看到在法国的艺术桥上面 艺术桥现在的锁头已经被拆下来 全部换成玻璃 但是很奇怪的 在克隆那边 却看到了艺术桥的原本的样子 那边就有很多锁头 那边又碰到一个人 拿着FS7的相机 在那边拍摄风景 所以又是第二次碰到 应该是个比较小的制作团队 拿着FS7去拍 对 他是从罗布公那边拍摄 再去到桥上面拍摄 很多不同的镜头 然后讲到相机的时候 最近又发布了 苹果发布会 iPhone 11 iPhone 11 Pro 我个人是觉得太难看了 但这一集不讲 有心 如果想听我讲 其实 我整个发布会 是第一次完全对苹果的产品 没有任何的兴趣 不是因为它的功能 而是因为它的样貌 好 这边讲的不多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让我有兴趣的 就是索尼发布了FX9 而这个的全套的录影设备 电影集的录影集是很有兴趣的 有机会 如果你们想听的话 有机会在底下讲 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在索尼的整个系列当中 之前有讲过 无论从最小的相机 到索尼全幅的 威尼斯 是不是威尼斯 威尼斯 威尼斯相机 整个最高端 或者是F65的整套戏拍摄当中 它可以给你同样的 一些的角度的切换 这边 这边 这边不聊 因为这一集讲的 只是随便吹水 随便聊一下 好久不见 的确是 我在消失了 这一个多新 我并没有消失 其实我还是存在这世界上 为什么要讲消失 我只是从 我的每天的更新 从我YouTube 从我的B站那边 暂停我所拍摄的视频 的一个多月当中 我发现B站的收入 我用两个月 我的收入才50多块钱人民币 在我没有更新任何视频当中 就整个月的收入 所以基本上B站的up主 如果你手停 或者是你停止制作视频 你口吧 手停 口停了 就整理上 你不upload视频的话 可能你的收入就马上会停止 但是很奇怪的 YouTube 这就为什么YouTube 是他基本上 可以 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 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 而在我这整个月 没有upload的影片当中 或者没有upload 任何东西当中 YouTube的收入 还是比较稳定的 至少他没有掉了那么多 这一个多月到一停止的时候 B站就 然后YouTube是还有一点点下 但是他还是可以背道 这个就是当中一个 我自己为什么要等 今天才开始更新的视频 所以我不知道这视频 应该是明天可能会上 或者是周末会上 这个让我想到 以后我所想走的视频 我所拍摄 我可能未必会每天更新 如果就算有一天 我停止完全停止更新了 我也不会跟你们讲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很随性的一个视频 很随性的一个制作 其实当中 换句朋友会讲的那句话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很多的忙碌 走过了很多的路 看过很多的事物 而体验过很多的感受 这段时间所看到的文化 从天 算是一个天主教 到一个 算是一个基督教 像碎士 日内瓦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 到马克思的故乡 就基本上世界上 比较影响了几个大的 代表性的一个城市 我就经历过不同的文化 看到人不同的感受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难跟大家形容 可能这个就是旅游当中 当你真正让你的眼睛去旅行 而不是为了拍摄而去旅行的时候 你真正能够看到很多 很好奇 让你开困的眼见 不再局限于现在 所以当我在拍摄 暗色相机 我的家 不是讲的 我带着是尼康D3 带着是两个索尼A7R2 本来我想A7R2来拍摄一些vlog的 但是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就决定 只是好好的享受这个旅行 就用我的DSLR 不是我的 借来的 尼康的DSLRD3 整个17到35 还是那个镜头 2.8的镜头 就整个的 接拍 整个的看到 都是用它去拍 从博物馆 到新谷 然后到街头 到飞机上 到飞过任何的海峡 整个经历都是用它去拍的 然后我的索尼A7S就拍摄我所有的颜色摄影 所以你们之前看的颜色摄影都是我索尼A7S拍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一直有人 问我关于LUT的这个问题 就look 这个可能以后我会出一集专门去讲 但是我所分享的 我不是在教大家如何去做什么东西 我不想在这边去教一些的教程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掌握一个东西 你要领会一个东西 你要熟悉一个东西 你真的要做到专业的水准的话 你不是看几个十分钟的YouTube影片 或者看几分钟就可以了 它可以给你一个启发 但是它不能够给你一个 有结实的 专业的 底子 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明白吗 就可能你看YouTube 你可以学到一些表面的东西 但是真正 无论是调色 无论是拍摄 无论是拍照 无论是剪辑 无论是发现都好 很多时候 你看十分钟 后面可能你要练十个月 就你看那么一点点 它是给你启发 而练习当中 你有不会的东西 你不一定能够当 马上领会 你很多时候当中 你需要一些磨练 这个当中就是为什么 这十几天我去旅游 这段日子的时候 我体会到 深深体会到 相机真的是更 可能更深一层 体会到 器材真的是不是更重要 但是有一点 器材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器材的重量 很重要 我深深体会到 器材的重量很重要 我已经算是轻便了 我戴了三个相机 已经算轻便了 然后我的背包 在法国的时候 我的背包背着我的肩 肩膀已经有两个红色的横 而我那时候 当我一天下来拍摄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尼康的D3 真的是太重了 第一次感觉到 尼 我先弄这个照片 第一次感觉到 尼康的D3 真的是D3太重了 重量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当你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 你如何把重量缩小 在能够有限的空间当中 能够尽量拍到最好的事情 无论是 这边讲的事情 不是指的是画质 不单单是画质 而是拍到更多 你能够后期去整理出来的东西 所以到 这之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大概9月2号就回来 然后之后一直在整理我的延时摄影 整理回来的照片 然后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 慢慢整理一下 作为乱七八糟的事情 慢慢picking out 我都没有时间去拍摄vlog 然后这一集 只是个简单 跟大家讲 就是好久不见 然后我回来了 以后会继续更新 应该会 又要回来上坟了 很有意思 然后我看了一些YouTube 然后很多时候都还没看 就这整段 旅行的这段时间 没有 除了我在微博上 会发一些照片 除了我在 我的 WeChat上面会发一些照片 我的 Instagram会发一些照片以外 基本上我没有看任何的YouTube 因为 经常没有看任何的网络电视 因为都是在 旅行 享受 的确是蛮累的 因为整个的行程是很赶 赶的当中 又要去体验本地的食物 本地的文化 本地的风土 然后再要找到本地 能够设置好相机 去等日落的那些东西 所以很多镜头 我拍的满意 有满意的 也有拍的很不满意的 但是当中 至少我学习到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段时间我消失一段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 可能以后有机会 我觉得每年 可能都要停止 那么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让你自己去 想一想 你的频道 或者是你拍摄东西 你所讲的东西 能够怎么前进 然后最近 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也发 也开发了 或者是也 带出了很多新的产品 我都没有时间 一一去讲 但是很有 可能以后会在一些 视频当中 会慢慢跟大家讲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会记录下来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但是当我停止一个月的时候 再次对起相机的时候 会有一种熟悉感 当你停止一个月 一直停止两个月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再想拿起相机 但是在拿起相机的时候 那种的感觉 那种对镜头讲话的感觉 我希望还没有胜诉吧 希望不是回到 在我开始拍Vlog之前 那种感觉吧 所以有时候觉得 网络上的一些真正的 还一直观看我视频的人 可能就变成了一种 很默契不认识的 陌生人的一种老朋友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看到我停止更新的时候 可能就离开了 这很正常 但是我 如果你看到我停止更新 一个多月 你还回来一直看我视频的时候 我真的是蛮感谢你的 因为我的视频 我需要的不是粉丝 我需要的不是订阅者 而需要是同路人 就一起成长的人 所以人数真的是不同 但是很奇怪的 这停止更新的 这一个多月 我居然YouTube的订阅者 还走得比我B站的订阅 就订阅订阅者的增长量 我的YouTube比我的B站 还增长得更加多 就这两个月YouTube有几百个 B站 好像我忘记有多少个 没有注意看 但现在慢慢的 我已经把这些的数字放在一边 因为这个真的是不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当你休息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 再去录制 再去分享 再去讲你的感受的时候 那感觉真的很爽 有机会我真的是 你们如果是想听 任何关于在法国巴黎 关于在 瑞士的行程 关于在德国 克隆 到马克思的故乡 特里尔 特里尔 是不是特里尔 马克思故乡 这几个我去的地方 然后想听我的感受的时候 你们在 底下留言 然后我靠能不能整理出来 因为我真的有太多的东西 去感受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一条条整理出来 也不可能在 短短的十几分钟里面 讲完很多东西 因为你去看的话 你去感受 可能又跟我不一样 如果你们想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什么提问的话 可以留言 我在考虑 会不会再出一集 关于讲法国的 之前我在想 出一集关于讲法国的 法国巴黎的 关于讲 出一集讲 少女风的 瑞士的日内瓦 日内瓦去过很多次 很喜欢那个地方 然后苏黎寺的 哇 苏黎寺最贵的大街 然后关于讲 居然没有电了 告诉我 应该回家吃饭了 好吧 你就这样子吧 下次见